好了,今天我要介绍一个在Explain Everything里面 插入Equation的功能 这个都是来自一个上国书的老师发掘出来的 我们插入Equation,例如它是y等于x 正常的说,按Enter 这个呢,你就可以设定一个Equation 但如果你再DoubleTap它,这里橙色的按钮 你按这个Graph,原来可以Prot Y等于X的Graph 这个也变成一个很有用的功能 因为可以在课堂里面插入一个直线的方程 其实它也支持了其他的Equation 例如,我们再来一个 y等于 我们在这里选择Template y等于X的二次方 它再这样一个,它就在圆位里再出一个Graph 那两个得位,就可以比较到两个Graph的形状 或者找到它的Porns of Intersection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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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